女人理財跟著年齡走 20歲,活在當下,玩就算了 30歲,計劃未來,開始未與籌謀 40歲呢 當然已經擁有最全面的理財之道 投資分配,風險管理 每樣都做到最好 正確的理財觀念 令你人生擁有選擇權 有料的女人 先配做有錢的女人 她們是否看得太好 她們是否看得太好 她們的女人 她們是否看得太好 她們真的不記得 她們只有Hailey姐邀請回來的 對… 全公司上有誰不知道 我們Hailey姐的計算 又快又準確 那些會計簿是蠟咀雞 快點吧 Scarlett姐,走到哪裡 這個C位留給你的 怎麼這麼冤架 你們又來玩Anno Dinner遊戲嗎 全公司都知道 我們人事部計算是最快、最準確的 你們的薪金、BONUS、NPF 全都是我們計算的 如果我們不玩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誰可以玩 你別忘記 公司上上下下每宗生意 都是會計簿計算得清清楚楚 說到投資理財,我們當然是第一 好,謝謝… 難得人事部和會計簿 這麼齊人參加我們這個NU晚餐 今晚就一定整地發生 真的嗎 既然今天是我們香港婦女會 有限公司的大日子 這麼齊人 待會那些理財遊戲就適合大家玩 不過這樣,目標只有一個 在兩個理財遊戲之後 資產最多的那組為之贏 但也不可以不提醒你們 輸了,很糟糕的 要罰的,小心點 不擔心 不過玩歸玩,有人要提醒你們 以我所知,你們各自部門 都有一個人下個月會 調去對方的部門 即是今天一定有二五仔,對吧 意思是我們組裡有一個人是間諜嗎 放場三眼看看是誰的部門贏 夠爽快 不如就開始我們第一個遊戲吧 名字很厲害 叫Johnny Beat 不錯… 我也知道大家在公司有很多回憶 所以今天要拍賣的東西 對於大家來說 是非常珍貴的婦女會的物品 然後我們會拍賣八件的物品 每一件物品對於每組來說 都分別是價值一個分數 而最後完成八個拍賣之後 你們的分數就會成為一千元 再加上你們拍賣用剩餘額 就會是你們的資產 你們一人會有一萬元的本金 每口叫價一百元起跳 記得小心處理你們的資產 因為這個資產會延伸到 下一個遊戲 Johnny Beat 請先開始 先介紹我們的出場陣容 人事部派出Giselle和Kiko 護具部派出了Catch Up和Forey 首先要競投的是四本 2024年最新春夏時尚雜誌 2024年的時尚印象 近期由四位Project Forty的模特兒 炒了一股新的熱潮 真的付錢也未必買到這四本 身為負責拍賣官 我要給大家看看 我真的很想叫 價值100元 誰開始會出價 我們一定要買它 200… 會計簿200元 不要嗎 不要嗎 你們不必吧 我想要的 200元… 200元一次 好,人事部300元 300元… 算了,我們只有… 300元一次 對 放棄了吧 不要 你們的本金有一萬元 這麼省錢嗎 300元,第三次成交 放開生命之後 最終我們用300元 賺了一個加兩分 即是賺了2000元 CP值超划 這些才算是精打細算 好,第二輪拍賣了 人事部會派出Bonnie和耳嘉 至於會計部方面 有Sophie和Connie 要拍賣的物品非常珍貴 就是我們台下的Scarlett姐和Hailey姐 兩位大姐的世紀合姐 兩位大姐 當年曾經一起為我們婦女會 打贏一個江山 曾經好好感情的兩姐妹 往事只能回味 我以為你拿我阿爾巴利亞那張 跟她的穎裝照出來比賽 我就比賽而已 那張我自己藏起來了 包括Hailey姐的一本… 簽名的寫真,我也保持了一本 對了 真是廢話少說 開始競投,100元起跳 有門出的嗎 100元… 人事部100元 我不是很想要的 你們隨心吧 作為職場打滾 要懂得看自己阿姐的眉頭眼睛 很重要 她說越不想要… 我幫她貼貼 其實她越想要 幫她貼貼貼貼 我帶你300元 300元… 絕對部,300元 500元 人事部,500元 500元又如何 我們有的是甚麼 是錢的 600元 好 回計步600元 先計算數字 第一次 還是我們玩多一點 我們猜猜的錢 回計步600元,第三次成交 好 不知道我們… 其實不知道,苦去苦心 我們迫價,譬如… 我們覺得她的正數 儘量比價高 讓她們用較高的成本去賣掉 好,第三輪是人事部派出的拍賣員 分別有校長和Heidi 而會計步方面有Yolanda和Polly 加油 需要鏡頭的物品 特級靚米 這包米象徵著我們婦女會 大家堅毅不屈的精神 大家曾經用血汗類 換來這些特級靚米 300元 400元… 400元 600元 回計步600元,第一次 比腰多一次 現在要多久 600元 700元 好,人事部,700元,第一次 好像有點猶豫 讓我先回答 7000元 那確實700元 買一包米,大家不便宜了 但裡面有你們的血汗 沒錯,有我的回憶 我覺得7000元也值 那也不行 算你冷靜 如果她們增加那份再增加 我覺得她們可能會加2、2、3 你覺得是嗎 對… 你覺得是嗎 是 你覺得一次吧 千元 好,回規步1200元,第一次 千元 我出… 50元,可以嗎 回計步1200元,第二次 第二次,即是1300元,校長 1300元,是… 你們理財很謹慎 我覺得可以加到… 還可以加到1500元 你覺得呢 我才跳得很快 1800元… 你知道有時候你想要一些東西 要吧,為何要想這麼久 2000元 人事部2000元,第一次 好像… 怎樣 人事部2000元,第二次 突然間又不是很肚餓 我真的覺得… 人事部2000元 第三次,成功 終於是… 逐一半分 我現在要找到你 這包米對我來說 沒錯,太重要了 我就是最喜歡的包米 不一定 你真的最喜歡最喜歡的包米 但給我太多東西了 因為那包米完全承認了 我的四肢反法和頭腦 很簡單的這件事 第四輪人事部派出來的拍馬員 分別有Taylor和Belle 至於會計步方面 有Candy和Conny 好,這一回合要拍賣的物品 就是香港知名足球評述員 強尼的親筆簽名足球一個 新鮮,即場簽 這一回合很簡單 夠膽你們就不要投 我200 200差嗎 200 尤其是200元第一次 300元… 糟糕 當然是500元 適合一點… 會計簿500元第一次 600 人事部600 要硬的 會計簿800 700 800外皮 Taylor,可以留意那個行程 人家已經出到800了 好 我對她說 900 好,適合一點… 因為會計簿應該要審慎一點 所以1,100 1,100 真的好,Cony 所以1,100 回計簿1100元第一次 剛才包米好像搶得很厲害 我希望氣氛可以熱烈一點 回計簿1100元第二次 我們有很多飯吃 我會記住人事部所有人的人名 但我會特別記得Taylor和Abel 謝謝… 回計簿1100元成交 來吧 可以成功了嗎 可以… 你好 有這些員工… 我很安慰 我覺得誰是傻 我覺得他今天太大動作 太浮誇了 我覺得他用這些浮誇的動作 去掩飾自己的身分 我不評論 因為通常我們自己也是 我媽媽也是這樣說的 所以你覺得是Conny 不是 不是 好,第五回合 就是人事部派出的拍賣員 分別是Giselle和Kiko 回計簿方面 就是Fory和Catch Up 在這回合很重要 因為風魔萬千少女的晚安大小姐 終於有廣東話版本 我們一起聽聽 再聽 Yale… 是時候要去睡覺 不願睡覺的大小姐 還在玩手機 會損害你白髮的皮膚 是她的 還不睡覺 我就要跳舞給你看 沒錯,剛才這麼性感的聲線 是由強總親自軟逸的 但坦白說,我也不知道這件事是這樣的 這個很有心機 製作嫂不錯… 不如簽個名字吧 有… 加純印 這是甚麼公司 我再次提醒你們,人事部 對不起,剛才提醒你們… 剛才你們投的球不是那麼積極 我已經不太高興 好嗎 500… 500而已 好,人事部500元,第一次 600 好,會計部600元 知道在哪裡 人事部,你們真的決定是這樣的嗎 可以 我再用剛才的聲音再說一次 好 好 會計部600元 成交 好,我知道你們是強尼的支持者 以及加力的支持者 剛才我聽到她的聲音 我聽到她的聲音 你只會說,她們要嗶回來了 好,我們要嗶回來了 好,來到最後三輪的拍賣了 這回合是人事部派出Bonnie和易嘉 而會交部方面派出Sophie和Connie 好,要拍賣的物品是… 榴槤 榴槤 可以說是充斥住的 就是未到的回憶 各位媳婦為了奶奶 誰知道是冰山、榴槤也能扔開 500 500 懂得點 800 會計部800元,第一次 1000 人事部1000元,第一次 1000而已 1200元 好,會計部1200元 1700 爽快… 人事部1700元,第一次 人事部1700元 1800 好,會計部1800元,第一次 1000多元 1800… 1900 好,人事部1900元,第一次 2000… 2000… 我們還有一本 我看他們跟得多 很細緻 對 我們有本錢 2400 會計部2400元,第一次 2500 人事部2500元,第一次 現在… 人事部2500元,第二次 很細緻 人事部2500元 其實男人很胖 一個作為健身教練 是不應該成功的 人事部2500元,第三次成功 甚麼事 為何二五低,不止一個 我很驚訝 神經病 怎麼搞錯,至少可以喊3000元 我們去到4000元也划算了 Yolanda、Polly 為甚麼 別來後… 好,最後一回合 派你… 人事部派出的拍賣專員 全是校長和Heidi 而至於會計部方面 有Yolanda和Polly 好,這個拍賣品 充滿著一層濃濃烈烈烈 非常滿滿的怨氣 因為它是怨婦俱樂部歌單 傳聞有兩位女士 自從碰過這個歌單之後 就再沒有被男人接觸過 怨婦俱樂部歌單 100元開始 是,買回來可惜 意表了,做得好 好,會計部200元 校長也不再拍拖了,500元 這句…直插心臟 好 600元 會計部600元,第一次 不要了…我們不想做暖婦 我想說,那個人再討厭 別人叫我不要工作 越叫我不要工作,就越要工作 我已經很少錢 之前也賺了那麼多 距離過,我也說不要 700元 700元,好 怎麼了 校長,你是間諜嗎 你是間諜嗎 他一定是間諜 怨婦俱樂部歌單 700元,第三次成交 有艷仔嗎 有艷仔… 對,有艷仔… 有艷仔,說一下就一定是… 很明顯… 很明顯… 很快明顯,我們已經知道了 明白… 來到拍賣的最後一回合 可能在這回合,大家可以扭轉形勢 或多帶資本進入下一個遊戲 好,人事部 你們派出的拍賣員有Taylor和Bell 會計部,你們派出的拍賣員有Taylor和Bell 來到最後一位拍賣員,頭長紅 我們婦女會其實是其中一個社團,對嗎 所以頭長紅 銀紙是小,飛紙是大 我敢說 誰能投票 之後可能就在娛樂圈 一直紅下去 有人出價嗎 好,500元 回計部,500元 1000元 爽快… 人事部,1000元 我就投他1100元 1100元,輸了氣勢 回計部,1100元 1200元 1300元 你為甚麼按住我 1500元,第一次 1000… 人事部,1500元 好,回計部,1600元,第一次 Hailey姐萬歲,1700元 1700元 我們再打算 1800元 1800元,回計部,1800元,第一次 2000元 我罪人爽快 Taylor,你這回合出來 我已經兇狠了很多 如果剛才你投這個足球 用這個態度,我會非常欣賞 你還可以嗎 氧氣筒 2100元 好,先給大家 我要你收拾 2200元 2200元 人事部,2200元,第一次 人事部,2200元,第二次 3 回計部,2300元,第一次 回計部,2300元,第二次 回計部,2300元 成交… 再見 回計部,場後 回計部,場後… 好,正式宣布 Johnny Beat拍賣完畢 好… 大家各自投資了四件物品 第一個項目 四本2024年最新春夏時尚雜誌 印事部 用了300元便可以投資 最重要的是 這個項目加了兩分 即是加2000元 第二個項目 精選領米,就是人事部投得的 他們出了2000元來投 但他們取得了五分 好 即是加了5000元 即是以這個項目計算 這個只賺是3000元 沒錯,當然 好,第四個 先大聲一點 知名足球平船 強尼的親筆簽名足球一個 這本書也拿得划算 我欣賞你 真的 你用了1100元去投 對,很有誠意 減了三分 不緊貸 坦白說,這個項目 即是你們不見了4100元 我覺得是否正確 價值因此用錢 是不敗勞的 所以這裡… 尊敬… 我覺得很好 很不錯 然後是晚安大小姐的錄音 都是你們投得的 用600元加了兩分 不錯的投資 好 然後是榴槤,人事部 用2500元投得 加3分 第七輪 怨婦俱樂部歌單 是你們投得的 700元 拿去… 但還要減了1分 好,最後是長紅,二頭贏 長紅… 就是會計簿用2300元投得 加了3分 也是一個正數的投資 只是700元而已,很棒 好,經過八個項目之後 因為他們加了9分 你們加了3分 所以最後人事部 累積回來的本金是… 13500元 而會計簿是8400元 還可以… 很有意思 我們還有得最有的 好 在這回合勝出的就是… 印氏布 太好了 拿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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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要欺負大家的投資眼廣 和風險管理 因為每個部門會派兩位成員出來 在這個遊戲區裡對戰 在指定的公司裡 鬥快找出我所說的金色物件 贏了那一位 直接會有1000元 玩三回合的 指定這方面我們稱為投資區 他們需要為這個賽果進行投資 投資的不需要涉及感情 不一定要投資在一個部門 選對勝出那隊 你也是投資內 那就會有兩倍的回報 但高風險、高回報 我們特別設了一個特別選項 是會有五倍的回報 每一回合都不夠 先介紹第一輪在投資區分別有 Giselle、Taylor、Kerchock 以及Cindy 至於遊戲區最負出體力的 分別有Corni、Pauly Hidy和Abel 好,在他們還沒開始之前 這時候再交給投資區的四位 進行你們的選項 好,第一回合你們需要找出的是 金磚,預備 3、2、1,開始 快點… 找到了,舉起 這裡… 不是,要扔出來吧 你們扔出來也要扔出來 知道嗎?在這裡… 我先告訴大家 這個回合的特別選項是甚麼 就是只要場外多過四塊磚 飛出來就算是中的 好嗎 而在這兩組 你們兩組裡的投資專員 都是猜測場外多過四塊磚 這個紀律頓有很多 兩個場地放 因為他放兩個,他放兩個已經贏 那我去數吧 1… 1、2… 4… 3 好了… 4… 3塊 我看見你也不扔,你扔出來吧 你扔出來才能找到金磚,對吧 怎知道Toto扔了三顆 氣死我,我真的很生氣… 你們沒有人知道 你們的投資專員是怎樣投資的 告訴大家 人事部Giselle和Taylor 是投資了1000元 在這個特別選項上 那就是不對 不過由於你們這邊 又找到金磚 所以在這個回合,沒有贏沒有輸 對,至於會計步 投資了1500元 特別選項 這個回合… 圈頭炒了 損失了1500元 好… 也可能未必洗炒,扣了人工先 第一回合,成績暫時再講 我們在遊戲區和投資區 現在都會換人,好嗎 好 好,來到第二輪了 先看看投資區這邊的人腳 人事部有Kiko、Abel 會計部有Fory和Elanda 好,遊戲區這邊分別有 Catchup、Sophie 現在和Bonnie在這裡 遊戲區的四位 待會你們要在池裡找出 一個裝滿金粒的袋子 好,這個時候 你們可以開始你們的投注 預備 是Bonnie的大哥 3、2、1 扔出來… 好,可以繼續… 很緊張… 原來很緊張 好,遊戲區這邊先恭喜人事部 找到金粒,有1000元 好,接著我們再說 投資部這邊的結果 人事部的Bear和Kiko 他們投注了自己的部門贏 也投注了1000元 也可以額外得到1000元 好,至於會計部 他們的選項是選擇了特別選項 當時我記得我們的分數 好像大概6900元 絕對落後 作為一個輸家的心態 你有甚麼好輸 你當然是比賽、高風險一點 能拼搏的話 可以拉近那個距離 甚至可以超過他們 選項是如果這兩個人加起來 在八個袋子之內就找到金粒 他們就為之中 這樣可以數 八個… 1、2、3、4、5、6 即是會計度,是猜中了 先看看 究竟他們投注了多少錢 2000元,5倍,即是10000元 先選項,進入第三回合 好 投資涉及風險 價位可上亦可樂 會計部突然發威 現在他們有14900元 其實人事部經過兩輪後 他們的基金也有進帳 15500元 現在兩個部門的基金 的差距只是600元 原來經過了這麼多東西 都是最後一回合贏 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回合很緊張 很厲害 我們先介紹一下 這個遊戲區的四位選手 人事部那邊 會有Taylor和Kiko 會計部那邊有Olanda和Cindy 投資區那方面分別有校長Bonnie Sophie和Bonnie 好,在他們未開始之前 這時候再交給投資區的四位 進行你們的選項 坐在位置之前 其實我們都跟團隊已經商量過 我們不管C是甚麼 我們都會選C 一個有15500元 又不是真的錢,又不能拿走 我覺得一是全部放進去 然後輸光,只剩下0字 那就很有型,是否很過分 如果人事部完成 就可以告訴我 完成吧 完成了 你們這一回合 要在池裡找到的東西叫做 縮金金球 3、2、1,開始 加油… 好,穩定 他會像蠟燭的 蠟燭的 蠟燭的就再出來 有… 有,有… 有,有… 有,有,有,有 有,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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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 全都出來了,全都出來了 恭喜… 我看到你那些… 我看到你那些… 死了 這次是… 強忠,先說一點感受 好 今天來跟你們玩一天 我沒想過是這麼刺激 玩了幾天 看完結果,我想說我更緊張 對… 現在我先說說剛才的回合 找到的捉金金球就是… 會計部 他們才能得到1000元 1000元很厲害… 但究竟你們投資區做了甚麼選擇 我想到最後一回合,大家都拚命 所以大家都是選特別選項 好嗎?五倍的特別選項 特別選項是甚麼 究竟這個遊戲能否在一分鐘內完成 一分鐘內完成 結果是… 1分08元 即是兩邊的投資都化為烏有 問題是究竟大家投資多少 我現在請到會計部 看看你們最後的基金是多少 3、2、1,開始 好 你們的投資是… 2000元 至於你們的投資是… 10000元 很厲害… 這樣就是最後贏的是會新負 謝謝… 很厲害 但有些事都功不可沒 就是你們那隊的染制 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對… 不知道是誰說慫恿他們 投資一萬元的人是否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不過搞不定 你不用,阿強 我們沒有跟他投資 我們可以直接指出二五仔 不用公佈 那你們要輸吧 3、2、1… 是誰 Danny 你們指的是誰 Danny 孝掌… 我還未公佈我的懲罰是甚麼 懲罰是你們早要喝四杯苦茶 我還未公佈我的懲罰是甚麼 但我已經說了 但我已經說了 二五仔就不用喝了 對 對 是嗎?我還說 你怎麼了 二五仔 你怎麼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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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你的身分是… 我的天,人事部25仔間諜 今天的目標是令人事部 在周年晚二的遊戲中落敗 最初的時候,剛好我坐在後排 坐後一點,給旁邊的人看 看有沒有人看得到 最後我記得第一個好像是仙迪見到的 但我發現他們完全不懂得玩這個遊戲 我根本就幫不了他們 所以到最後,算了,我不幫他們 我覺得也算成功 是因為最後竟然沒有人選擇我是偏忠 我是清白的 即是邦尼的演識很好 第二,校長,你要檢討一下 只不過有人做得好 那就是有人做得差,對嗎 我覺得這個時候 在這組裡有對方的一個驗 我們先問部門主管有甚麼看法 覺得機會是誰 你覺得他先的原因是甚麼 不知道,從頭到尾都覺得他很有景觀 你剛才最後一回合,手採握 很厲害… 那些喜怒太盈於吃了 正所謂,對嗎 正所謂多了 好,這就是部門主管的看法 但不影響你們的看法 我按數3、2、1 各自指令人心目中的驗仔出來 最多票數的我會將他送到對面 一起受罰 3、2、1 好 Cindy,請你走出來一步 我給你一點時間 你說自白,看看他們會否改變 他的決定 為了大家出了那麼多力 為何你們會覺得是我 有的 但你的眼神很心虛 對 你們最後有否改變決定 沒有,喝吧 Cindy,請你過來 跟他們一起喝苦茶 歡迎… 好,這個時候我們先送上苦茶 Cindy是否真的驗仔 Cindy一直堅持自己不是 難道他真的說是嗎 但我才有答案 是… 其實真正的驗仔… 這是甚麼 你的身分是會計部演員 目標令會計部在週年晚會 遊戲中落敗 不可以讓任何人知道 你間諜身分 間諜身分 有信心落敗嗎?有 因為我經常玩陽明都輸 放棄了吧 不要 所以千一 放棄了… 我發現原來我的隊友根本不懂 他們好像對這個數字完全不敏感 我不用擔心 他們已經送了自己去失敗區 但我想說你們這群隊友 你們記住一個重點 你們記住哪一回合 是扭轉了整件事 就是剛才這遊戲的第二回合 用2000元中了五倍 而那一回合就是他有份投注 那就是他替他們倒米 所以我們的心… 還是留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但你的人要去那裡,是嗎 我飄過因為你不值得放 他會比高一點 我會帶傷心來 你不用過來了 你很煩人 你很煩人 我很害怕 不要緊,我們可以繼續留在這裡 你不受委屈 不受委屈 那邊的人真的沒有良心 我們收留你,你放心 我們在這邊,沒問題 坦白說,先滴 如果繼續留在這裡,可以嗎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經常有人不小心遭遇 對嗎 這樣就說一句 自己不幸運吧,對吧 先做得太多 你不要管他們 其實今天彭總來到這裡 我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最重要是在自己能夠 承擔的風險裡才能做 不要亂來 如果你有正確的投資觀念 人生就自然會有選擇 今天我們婦女會有限公司的 NuDina可以這麼說 在這裡圓滿結束 但記住,明天繼續準時上班 好嗎 好… 謝謝彭總 好… 香蕉 怎麼了 來到這一天 我知道大家做了一連串的療程 所以想看看大家的前後 和後後的效果如何 不如我們先請色素色班組 來分享他們做了甚麼 今天有我們的美學顧問Gina 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Gina,你好 你好 他們其實做了甚麼 為甚麼可以漂亮那麼多 幫它改善黃氣和膚質 都會漂亮很多 亦無孔細緻 而且看上去更加有光澤和精神 你們又說說 在做的過程中,感覺如何 我本身的皮膚有點濕疹底 偏薄 現在感覺上後面變得更薄 因為真的覺得皮膚質地改善 所以化妝品上妝時會變得更漂亮 Cindy呢 我覺得現在化妝時少了很多遮瑕 所以我覺得膚色是均衡了我很多 對 真的很羨慕 我最開心的是我倆女兒衝過來 平時看到這裡… 因為我有很大的一班 她說媽媽,你這裡是否弄傷了 經常都問我 然後… 原來是你下雨了 對… 然後我說媽媽,你這裡很好 我感覺到…其實我也覺得 淡了,現在很開心 真的跟大家一樣 可以出門外出 方便很多 例如茶遮瑕、茶粉 也不用弄得太厚 或者有時候化得不一塊塊 而且見人時多了一個光澤感 真是精神了很多 然後就到我們眼盟組了 究竟他們進入做了甚麼 Jean 因為有些人很抗拒打針藥 所以我們就靠機器 去幫助她們的眼紋和眼袋 這組的眼紋組 我看到眼睛都光亮了 而且有時候減淡的紋很好 可以沒那麼顯露 你們做完療程後 覺得效果有甚麼改進 我真的要很快分享 我只不過是做了眼睛 其實做的過程都是暖暖的 很舒服的 剛好那一晚,我有個活動要去 但我也是自己化妝 上去的妝很貼,真的很漂亮 Sophie呢 我就是重災區 就是我的暗圈和眼袋 對,我化妝這兩次 大家都跟我說 你是否有做眼鏡 暗圈是沒有那麼重的 色素 對,我真的很記得上次見你時 你的眼袋真的很厲害 對 我特別擔心,怎麼辦 算了吧 但現在真的不覺得有甚麼眼袋 多人 也有很多 我平時不太照鏡 但我多照鏡 因為我也很希望可以改善 接下來就到我們的臉部鬆弛了 他們做了甚麼改善 其實他們做了不同的收緊機 做前和做後的分別是怎樣的 我也是在這個位置 拍攝完照片出來 我的朋友說 為甚麼好像有點不同了 好像很明確的位置 其實也有出來的 我女兒也有跟我說 這個位置好像提升了 是嗎 即是V了 對,V了,就是這個位置 對,他們也說是 Tidy呢 學生放完暑假回來時 看到我的臉部好像變小了 竟然有這種事 另外,我平時拍照時 也會把臉部調校到最小的角度 現在發現 原來我也可以散卻這件事 不需要再做 對,我也覺得很明顯 對,很明顯,這個效果真是 好,輪到這一組 就是這個美體管理 但首先要問Yandy 是 你用了甚麼療程或方法 去幫她們的身體變得漂亮一點 我們美體管理 也用了不同的方法 第一件事 我們會用冷凍溶脂幫助大家 但冷凍溶脂也需要要求一件事 就是脂肪比較大 但有很多我們的參賽者 其實是鬼鼠肉比較多 我們就要靠另一步幫助大家 好,首先就是… Connie 你穿了露耀的衣服 因為我的頭很小 我特別顯得我的手臂特別粗 所以我做了手臂的療程 然後我回想,好像真的變幼了 所以我要更加努力做多一點 好,Pam呢 我是最開心的 因為好像說我是最多次的 最努力是你 對 每次都看到自己變幼了 你不專門做手臂也是… 手臂、鬼鼠肉、科基也是 我去完旅行吃了很多東西 但我看到我的手臂的照片 我的朋友都問 你有否在這裡做一些照片 然後我… 自然 所以我很開心 我現在穿多一點背心 好,現在來到我們的凹凸棟組 不如我們聽Chicel分享一下 做了之後會有甚麼改善 聽說我最嚴重,是嗎 會覺得毛孔真的變得更細緻 而且化妝時… 剛才化妝司也說 上妝時好像可以平滑了 因為Chicel本身是年輕時 暗瘡而形成的一把合理 所以她做一次,效果很好 接下來我們會安排第二次給你做 好… 很期待 聽到很開心 對 真的 好,Yolanda呢 其實我本身很少化妝 我做了治療後 化妝師覺得現在上妝貼了 好像很容易就像白白滑滑 塗完粉底 所以我覺得皮膚和毛孔收縮了 緊緻了 如果想繼續白白滑滑 毛孔細緻 發出女神光 繼續努力做治療 知道了 非常豐富 其中包括… Purface美容集團送出 美容療程禮券 總值港幣28萬 Sapon送出面部及身體護理產品 總值超過港幣10萬 心下人單送出益生菌 總值超過港幣6萬元 日本50位送出養潤瘋型系列及肉化產品 總值超過港幣5萬元 現在針劑的應用 廣泛的程度 已經包括了幫大家保濕 改善膚質和抗衰老 其實相關的療程有很多種類 你可以諮詢專業的醫生 用安全有效的方法 幫你改善皮膚或抗衰老的問題 I'm straight to live my life